但大家都是想做一個主導的一個角色 那彼此各不相讓 到後來就是彼此的主向弟子 張泰山敲出安打 這也是他這場比賽第三區的安打 泰山猛打場 泰山厲害的時候 真的是像這種角度也非常的低 然後整個重心屁股都已經往後退了 最後還能夠用棒子去延伸這個特性 來了一個變化球 不過沒有進到好球帶 謝嘉賢今天第四次獲得保送 而且也把一壘上的張泰山 給推進到了得點圈 被朱洪森解殺之後再傳了二壘 真的好像回壘不及出局 那第二次獲得保送之後 則是下一棒的達成 打了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結果王勝偉美肌 把震特航奉殺在二壘之前 這一回震特航又上了 而且是這場比賽兄弟相對 投手群所奉送的第九次四壞球保送 不知道張泰山到底是何方人物 但是那年的熱身賽然後開明戰 張泰山都有不錯的表現 最後就變成了台灣群棒的全島王 那現在張泰山要回到分連得分了 因為黃光友獲得了四壞球保送 這也是兄弟相對這場比賽 投手群加起來所投出的第十次四壞球保送 那像劉翼展現在 那當然今年轉到 尤其像要進入正規賽的 那總見這邊的一個戰術的一個配合 那一個中左外野方向的高飛球 左外野手已經是停下腳步了 把這個飛球給接殺 但是現在三壘上的跑者要向前推 二三壘上的跑者各向前推進 那麼三壘上的卸下前是回到本壘攻下分數 這是原本在二壘上的跑者 這次上到了三壘 紀錄上要給林東南一支高飛師兄打 帶有1分的打點 那比數也變成了5比7 現在西弄牛隊縮小 把這個落後的差距縮小到只剩2分而已 但是牛隊只剩下最後一個出局數 其實在牛隊9局最後的一個反攻 現在還落後2分的情況之下 剛剛一壘跑者對於這個左外野伸遠的球 應該可以嘗試去拚了 畢竟一支安打可能就馬上把分數扳回來 所以剩下最後一個打者的一個機會 你要出現兩支連續安打 然後才把整個戰局反平 這樣子多個機率 事實上也不是說很多 這一棒又吸著左邊方向的深遠飛球 左一手向後退 向後退 向後退這個飛球 落地變成一支安打 原本在一壘上的跑者 現在連靠三個壘包要回本壘搶攻 這一分進來了 這一分進來了 我對張建民敲出他在這場比賽 個人的第三支安打 相當重要的一支安打 把他比數追撐到7比7的平手 那延續剛剛那個話題 還好張建民這支安打是非常深遠的 那如果說不夠深遠的話 那目前牛隊還只是落後一分 所以剛剛一壘跑者那個判斷 應該也是要考慮到陳冠任的一個肩膀 還有他的一個深度 所以該不該跑這樣子的一個判斷 也是在一個好的一個跑者裡面 要去思考的 好 相對耶 能不能夠在今晚中時這三賽的連敗 現在變數還蠻大的 得點圈上依舊還有張建民 其中牛隊在兩出局之後呢 還有得分的機會 下一棒的打者呢 則是打後 正打後 正打後 正打後今天兩個打數呢 也有過一支的安打 那也因為呢 新龍牛隊在9局上半把比數追平 那現在已經確定要打9局下半了嘛 是 但是牛隊的先發捕手葉君章 剛剛已經是被換代打 那待會兒新龍牛隊這邊 要派誰出來蹲補呢 是剛剛代打的黃光勇 直接下去蹲嘛 黃光勇也是捕手 那另外呢 今天牛隊這邊 可以出賽的捕手當中 還有李懿偉 正打紅這一棒 右邊方向的飛球 上去了 上到二層看台 這是一支兩分打點全沒打 牛隊又在彈彈球場 又在9局上半 上遠了 逆轉笑了 在這個半局 已經是風下第六分了 可怕的是 這支拳對打並不是在 牛隊的中心打線裡面 正打紅在跟徐總 談到正打紅的一個定位 基本上正打紅他也是一個捕手 但是因為他的打擊要中用的話 所以徐總他這邊的一個 喊算希望把他拉到外野去 這樣才能夠充分地發揮他打擊的能力 這個紅浪打的揮棒過程也是滿輕鬆的 地道並沒有使用太多的感覺 對,台灣版的Johnny Damon 的確非常的像 這個半局 劉育展被打了三支安打 但是他也投出了三支的寶獸 結果六位上來者通通回來得分 新龍牛隊現在反倒是9比7 兩分領先兄弟相對了 而且場上上場的已經是 這個半局牛隊第九個上來打著 小霸王陳志偉 相對到目前 所有的投手在控球上還是有問題 其實每個投手上來 所產生的四壞球 真的像到目前已經超過十次有了 對,十次的四壞球擺放 陳志偉這一球也把球打向了左邊方向 又過去了 背後兩支拳壘打 新龍牛隊在第九局現在完全地打開來了 陳志偉也出現了一支拳壘打 這個時候徐總應該非常的高興 畢竟這兩支長打 並不是在中心打線裡面 那未來徐總他盤算的可用之兵 又更增加的不少 偏高的球被小霸王陳志偉逮到之後 直接就把球給扛出拳打牆外了 十比七 新龍牛隊現在是三分領先 張泰山這個球打得結實 但是正向著二壘手的手套而去 總算也止住了 新龍牛隊在九局上半的這一輪猛攻 那牛隊在這個半局出現了兩支的紅浪 而且攻下了一個超級大局 目前反倒是十比七領先兄弟相對 在十多元的二大局 就像亂獨過一天 就像一天那樣 我先去到哪些石頭 入獄嗎 現在上海公衆 Pois�也很離開 那你自己的角度 你要是操心